阿富汗官员说 卡尔扎伊总统的兄弟 在南部坎大哈省被暗杀 该省省长发言人说 艾哈迈德·瓦利·卡尔扎伊 星期二在家中被刺杀 阿富汗总统哈米德·卡尔扎伊 同父异母的弟弟 在他位于南部坎大哈省的家中 被枪杀 卡尔扎伊总统在喀布尔告诉记者 他的弟弟瓦利·卡尔扎伊遭暗杀 显示全部阿富汗人民的苦难 阿富汗官员说 瓦利·卡尔扎伊星期二 可能被自己的一名保镖枪杀 目前动机是不得而知 瓦利·卡尔扎伊担任省议会议长 是阿富汗南部地区 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之一 去年11月 维基解密公布一份美国外交电文 称瓦利·卡尔扎伊 被广泛认为腐败 也是个毒品贩子 卡尔扎伊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多次否认这些指控